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阿里巴巴.com的Webinar 我是大家今天的主持人,我叫Kelvin 是阿里巴巴的同事,是客戶經理 今天我講的內容其實不是很多 因為今天請了一個很強勢的嘉賓過來 以及一如既往,我就想著我們今天的Webinar 是想以一個輕鬆的形式去進行 所以大家在zoom上有一個checkbox 以及有Q&A的session 大家可以在裡面留下一些問題 或者留下一些意見給我們 如果一群人的講師開始講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記住多聽一點 然後有問題就在checkbox留下 我們會選一些相應的問題去回答給大家 正式開始之前,提一提大家 今天我們這個Webinar其實是會有額外的資源 所以我個人建議大家聽到最後 因為最後我們有Q&A 你scan完之後會有一些額外的資源給大家 對了 開始我們今天的正式內容之前 今天的主題就是 2021數碼特位 由0到1極速開啟跨境電商 不知道大家看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是有什麼感覺 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我們經常說由0到1的距離是無限的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聽過? 是的 又要距離無限 又極速開啟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自己一開頭 我都一頭無水 但是 我再看完我們今天的嘉賓 我們今天的講師的背景之後 覺得也挺配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聽到有些成功的客戶分享 他們可能會跟我們說 我們開雙平台 開多平台 但是呢 就很少好像我們今天的講師 今天的嘉賓 因為他就一次過開了16個平台 是很多不同的行業 是的 這個部分呢 稍後我們的講師就會詳細地去講一講 這裡就先買一個小小的關子 還有呢 在節目開始之前 即是我們Revenue開始之前 想問一問大家 各位是做什麼行業 或者做什麼類型的生意 多 大家可以在Q&A 又或者在check box留言 跟我們說 可能你是做工廠 做OEM 還是你是做trading 是做品牌多 是的 先看看 我看到馬上有觀眾回應 是的 我也特別看到 其實是比較多做trading的公司 大家記得今天真的要專心一點聽 因為我們今天的嘉賓 其實他最主要是trading公司 是的 我們自己客戶經理 有時候出去見客的時候 都經常會有些客人問起 就是 Kelvin 阿里巴巴國際站 有沒有說哪個行業 是特別好做的 那 好像特別好做我才好去做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 我覺得任何行業 只要你的方向做得對的話 其實 你都會做得好的 今天的港師 他就用了他的例子去證明 一會兒大家會看到實例 那 同時 那 因為阿里巴巴這麼多年 都經營了很多數據 所以我稍後會跟大家講一講 近年的一些數據 包括去年疫情下的情況 那 是的 我們今天的 webinar就正式開始了 是的 因為比較多 都看到有些朋友 是第一次聽我們的 webinar 所以我這裡很快速跟大家介紹 阿里巴巴不同的BU 不同的部門 其實是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定位 那 首先大家看到左上角 alibaba.com 是的 橙色字的alibaba.com 那 最主要就是 中文名字是國際站 我們是在做一個海外的批發平台 那 下面比較多混淆 1688 1688 都是做批發的 但是他就是偏向內銷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東西回中國內地 就可能用1688會比較適合多一點 那 右下角的淘寶和天貓 大家應該都很熟 是做零售很出名的平台 不過他們是針對華語市場 那至於Ali Express Lazanda 和天貓國際 他們就是針對海外市場的零售 所以 就是每個部門 大家分工很清晰 接下來 我們就會很簡單地說一說數據 因為我也知道大家可能不想聽很悶的事情 所以我很快 這裡有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大家可以看看 阿里巴巴國際站 有1.5億的註冊會員 這個是 我相信 對比起其他B2B的平台 我們應該是做得比較好的部分 另外 就有2,000萬個的採購公司 在這個平台長期都有疏醒 還有500強 世界上500強的企業 都認識阿里巴巴 以及有在上面採購的習慣 值得留意 我覺得 整版的數據 最亮眼的地方 就是30萬 30萬 什麼30萬 就是每天 我們這個平台 平均每一天 有30萬個信價單 信價單就是enquiry 這個30萬是什麼意思呢? 我自己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我們說平均行業 平均行業去計算 基本上 你只要做到 在平台裡面是平均的話 一個供應商 一年可以收到1,000個enquiry 你計算大概一天 你可以收到大概3個enquiry左右 這就是阿里巴巴一些外圍的數據 接下來 這一頁就是 就是去年比較接近2020年的一些數據分析 大家看到 左邊 是 去年我自己形容 其實是一個接近叫做疫情下的一年 真是各行各業 經濟都不是太好 托賴阿里巴巴 在這裡 其實我們 要做到一個疫市提升 大家看到 左手邊的圖先 首先是越來越多人 我們看到一個趨勢是越來越多人 是用online的交易 你看到交易總額 和去年同期去比較 多了133% 另外 有給錢的人 就是買家裡面 也可能有分 有些只是在上面疏醒 有些實際上是給錢的 我們發現給錢的人 都是多了83% 而這些人 就是這些交易數據 和這些給錢的買家 這些人 是哪個地區 哪個國家來的為主 大家可以看看右邊的 我們最主要三個就是 美國 加拿大 和英國 我相信 做開歐美市場的供應商 或者大家可能有留意 歐美市場 就一點都不懷疑 因為 始終歐美那些地方 他們的IT科技比較發達 以及比較早投入電商市場 所以阿里巴巴的平台上面 他們的效果是一樣的 比較多美國 加拿大英國這方面的人 但是在這裡就給大家一點點意見 我自己建議大家看看 第六位的韓國 第八位的新加坡 以及第九位的俄羅斯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這是我自己和客人去聊天的結論 就是我們發現 本身可能是以前擺展覽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很多歐美市場的買家 但是這些歐美市場的買家 你在陽海平台上面找到 但是原來過往擺展 我們很少找到韓國、新加坡、俄羅斯 這些地方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興趣做海外市場的時候 又想把自己現有的市場去狂闊的話 其實是很值得去進軍韓國、新加坡和俄羅斯市場 就是始終我覺得依賴單一市場 其實就有個風險在這裡 大家如果沒有記得的話 記得兩年前那時候美國貿易戰的時候 很多依賴歐美國家的公司 那時候都陷入了一個困境 所以在這裡都建議大家 可能做海外的時候 都可以留意一下一些歐美市場以外的地方 是的 數據基本上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就會很簡單 問大家 兩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起電商 說起做網絡的時候 大家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我試過有時候可能是見客 跟客人去聊天 他們一開始原來想起 我要做電商 其實是我要請一隊人回來的 我首先我還沒開始做 我要先請一隊人回來 去訓練他們 投入很多資源 投入很多人手 才可以做到電商 如果你也是這樣想的話 你在check box那裡 在check box那裡 你打一字 是的 然後又或者你可能是數據派的 你覺得 我要做電商 首先我要很仔細地研究我的產品 在市場上的反應 是的 如果你是數據派的 你就可以打一個二字給我 我也想知道大家 其實你們覺得 是的 我看到馬上有觀眾跟我說 有1或者有2 又或者 如果你們 兩邊都不是 你覺得有3個方法是最好的 也很歡迎 大家在check box那裡說 那 對於我自己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阿里巴巴其實就是 做電商 其實是樹途同歸 樹途同歸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是用1的方法 或者用2的方法也好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做好平台 這個是 在阿里巴巴平台上 Facebook IG 其他不同的平台都一樣 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做這些平台 第一件事是要做好規則 就是要了解規則 你要知道平台遊戲的玩法是怎樣 你才會做得好 沒有理由我們現在可能是去玩波子棋 但你連波子棋應該怎麼運作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一講阿里巴巴上面的匹配系統 那匹配系統我自己就 我本人講過幾次 比較少去討論過的內容 如果各位之前沒有聽過 可能這個位置要留心一點 因為 是一個規則的事情 是比較重要的 首先 匹配系統 我們最主要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供應商 一部分是賣家 你能否拿到一些合適的資源 就看看你匹配這個部分 做得對嗎 我首先會講一講 供應商上面的匹配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部分 首先是一個供應商提供資料的部分 這個部分大概是什麼呢? 就是我做平台怎樣提供資料 簡單來說就是 上載產品 上載產品的時候 我們需要將自己產品的相片 關鍵字放上去 這個部分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大家想像一下 我這裡有一隻麥克風 這隻麥克風呢 如果我不將這隻麥克風的相片 和KeyOS放上去的話 那些買家是沒辦法找到我 因為現在最主要 最主流的人去找的就是 要不就透過打字 要不就透過拍照 然後在上面配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相當重要的 那麼 當阿里巴巴的平台 或者是其他系統 拿到數據 他會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他就透過 可能一些片 一些關鍵詞 他就會知道 這間公司是做些什麼 那麼 譬如可能可以看看下面那部分 就會有一些工廠 或者一些代理 或者一些貿易商 那為什麼我說到這個部分 這麼重要呢? 因為大家要知道 做工廠 和一個行業裡面 可能大家做同類型的產品 的供應商會有很多 譬如大家都是做廠 譬如大家都是代理品牌 但是就算是大家都做廠 右下角的位置 你可以看看 有些工廠 可能只是做一些OEM的訂單 可能是他有做自己的品牌 他是專門打一些高質素的產品 可能是價錢都偏高 就是產品功能 質素上 就會比較 同行優勝 而另外 有些工廠 他可能是專門打價格優勢 譬如他的產品 價錢很便宜 專門做大訂單 這個部分 為什麼我要特別去強調呢? 因為 只要你這個部分 上載產品的時候 你的key words夠精細的話 你才有辦法 令到系統知道 你是哪一個類型的供應商 只有一個系統 將供應商分層分得很仔細 那麼 我們的供應商才可以拿到很精準的資源 到了下一個部分 就是一個買家喜好島 就是我們叫 在買家層面的匹配系統 買家層面的匹配系統 很簡單 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沒有試過用手機的時候 譬如可能用IG或者用Facebook的時候 有這個經歷 我自己也試過的 就是可能 那一陣子跟朋友 可能聊天的時候 就說起 我家裡很想買個焗爐 又或者最近很想吃雪糕 我明明我自己沒有在Google 沒有在Facebook 沒有在IG上面找過 但是呢 那一陣子他不斷彈一些家品 不斷彈一些焗爐的廣告 一些雪糕牌子的廣告出來 我們平時有些大陸的定義叫做千人千面 我們系統上就叫做買家喜好島 具體來說 就是說 一個買家 大家想像一下 一個買家 他在平台上面 會有很多不同的動作 譬如可能平時會搜尋 又或者搜尋完一些東西之後 他會看完其他的related產品 又或者是 可能他同時看了十件產品 但十件產品裡面 他有三件 還有停留時間特別久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數據 阿里巴巴的系統就會收集這一方面的數據 收集完之後就會知道 原來這個買家 他可能是 會想要些什麼資源 原來這個買家 他是哪一類型的買家 首先分配好 就好像圖裡面那樣 可能你 可以買家留意一些影音產品 我當現在有兩個買家 是留意一些影音產品 可能一些是專門看入門式 一些可能是專門看專業級 這裡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分野 這個部分 平台我們會做好了 配合剛剛供應商層面的匹配 供應商層面 你上載產品的時候 關鍵詞夠仔細 加上平台這個千人簽名的系統 就有辦法 將一些合適的資源找到你了 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有一個買家 他上來是想找 在阿里巴巴的平台上面 他是想找一些麥克風 然後 發現平台上面有很多供應商 將一些合適的產品 已經申請到平台了 他才有辦法 可以很輕鬆地找到他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匹配系統的重要程度 還有 大家 聽完這個匹配系統之後 不知道你不理解 因為我接下來就會跟大家講一講 在阿里巴巴上面 如何可以取得到流量 因為我們剛剛在上面說了 不同的供應商已經匹配好了 下面的部分其實就是涉及一些流量 一些研究如何來的 不知道大家 看不看得到左邊的幅圖 和右邊的幅圖有什麼分別 對 左邊的幅 有很多水樽 右邊的幅都是很多水樽 不知道大家有多分別嗎 如果看到有分別的話 大家可以在checkbox裡 打一字給我 對 我看到William馬上跟我說 有沒有分別 對 有沒有其他答案 有沒有看見有什麼分別 對 好了,我看到大家也有在check box上留言 有些說有video 但是其實今天這個真的是眼力挑戰 因為如果大家看到的話 在右邊的一張照片的右下角 右邊的照片的右下角 每一件產品的右下角都有AD的字 這裡其實這兩張圖顯示了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有兩個系統 這兩個系統是各位供應商最主要可以拿到流量的方法 看到嗎?有一個AD AD的意思是advertisement,即是廣告 換言之,右邊的圖其實全部都是廣告 而左邊的圖不是廣告 這個結果我是在平台上搜尋水瓶 搜尋水瓶,然後得出的一個結果 左邊的圖我會先說一說 左邊那邊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傳統通道 上載產品的一個通道 這個部分基本上是最重要的 這個部分是主宰了你在平台上拿到多少資源 而又不用錢 簡單來說是一個免費 再加實用的,拿到流量的一個方法 所有阿里巴巴的供應商 所以阿里巴巴的供應商基本上上載產品是沒有限制的 即是說你加入了會員之後 基本上你想上載多少件產品 都是一樣的 重點就是 記得我剛剛說過嗎?你上載產品的時候 我們擺上去的關鍵詞夠不夠仔細 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有時候我又拿回這隻Mouse來做例子 如果這隻Mouse,我可能將裡面有關的所有字 例如可能office office office用途 可能是電競用途 可能是USB 即是有線的Mouse 又或者是無線的Mouse 我將所有的字都放上去 我將同一隻Mouse都上載了很多次 不同款不同顏色 全部都上載了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你在傳統通道上拿到的流量 就會很理想 這個是一個我們叫基礎 所以整個阿里巴巴雙通道的總結就是 你在傳統通道 你上載產品要上載得很仔細 然後去到右邊 剛剛很多朋友都看不到那個分別 這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叫一個叫廣告的通道 其實大家有時候都一定會看到這個字 我們可能 在Google上面去搜尋 無論搜尋什麼 頭幾樣你會看到它寫著廣告 阿里巴巴也一樣有這個系統 我們在平台上就叫做直通車 廣告部分 基本上你可以設定 可能按地域 可能按人群 意思是什麼呢? 例如我可以特定選 我只是想做歐洲 歐洲裏面 譬如是芬蘭 可能是德國 我可能只是 做 我可能只是做特定幾個國家 我可以這樣設定廣告 只是那幾個地區才能看到 又或者另外 是人群 可以追著人群 追著人群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 我是一個做水樽的供應商 我當然想 買水樽的人 不停看到我的廣告 平台上也有一個功能 是將廣告追著那些 平時有搜尋開水樽 又或者有買過水樽的 那些買家 所以 只要大家在傳統通道 以及直通車的通道上 兩個都做得好的話 基本上你的流量 就會最多 我看到 有個朋友 多恩 他就說 關鍵字設定滴水不漏 也好 有沒有曝光有多懸殊呢? 其實這裡 我簡單去答一答 關鍵字呢?首先大家都要設定滴水不漏 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 別人上網去找你 看不看到你的一件事 只要你的關鍵字的覆蓋越多 你承擔的機會就越多 因為越多人看到你的東西 他們才會有機會 click 進來 才有機會 send inquiry 所以關鍵字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是一定要做好 但是加不加呢?其實 阿里巴巴基本上我們是看不到 A公司和B公司他們產品的差異在哪裡 所以呢 我們就會將一些流量 我們就會將 就算你做廣告也好 就算你做廣告也好 當你傳統通道上 上載產品 上載也很仔細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你做廣告的效益 是會更加大 所以呢 其實 今天兩個通道 就不是說 比較的 因為 理論上你傳統通道 是一定要做好的 這裡是說 你傳統通道也做得很好 然後你再加上直通車 再加上廣告的時候 效益會更加大 同時你廣告的開支就會小一點 不知道能不能回答 吳小姐的問題 到了後面 ready to ship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功能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到 為什麼這個時候會特意 突然講這個ready to ship 因為前面的部分我們明明說雙通道 因為 傳統的通道 其實阿里巴巴一直都只是說雙通道而已 但是呢 我想應該大概是上年 上年或前年的年尾左右 那時候平台上面 就突然之間多了一個新的功能 我們叫ready to ship RTS 可能有部分的 觀眾有聽過 因為 基本上這一年 上一年 也有很多人去講 為什麼呢 RTS 是一個新的通道 那就是 說回剛剛兩邊的雙通道 一、二 RTS 是第三條通道 你想想像機場那樣 就多了第三條跑道 但是這條跑道 是超級強勁的 我是故意要開一頁 slide 去講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先看看 首先 這個跟平時你見到上載產品的那個頁面 我們叫做product detail的那個頁面 是完全不一樣的 首先你看到 畫面中間的位置 有ready to ship的字樣 這個功能是給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是 假如你的產品 有現貨在這裡 這個位置要聽清楚 假如你賣的產品 你有現貨在這裡 或者 你可以很短時間裡面 將這件貨 傳出去的 即是寄出去的 簡單來說就是你可以很短期內發貨的 產品 如果你有這些產品在這裡的話 你就應該做ready to ship 為什麼呢 基本上呢 平台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運費模板的 他就會 你就要幫忙去設定 然後設定好 去哪個國家 大概用哪一家物流公司 當買家一搜尋到你那件產品的時候 他會立即看到幾樣東西 第一樣 是畫面中間 你會看到價錢在這裡 譬如2件 至99件 是什麼價錢呢 100件 至499件 是什麼價錢呢 500件以上 又是什麼價錢呢 去到另外 除了產品的價錢之外 大家可以看看右邊的位置 看到嗎 右邊的位置 其實他會連運費都說了 這樣有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好處 就是因為 大家如果有做一些傳統的平台 又或者是我們前身未推出RTS之前也好 其實一個客戶 就是有一個買家 我當有一個買家去跟你買一支 mouse也好 跟你買一支按摩槍也好 他中間可能會問你很多東西 譬如問你 我要拿多少件是多少錢 又或者我這一件產品 我直接送去英國某個城市 運費是多少 其實 這些是很正常的 因為買家 他買一件東西的時候 他當然需要知道運費和價錢 那麼 往往 其實在說猜來猜去 譬如我 可能他問 問完之後再加上時差 你又回答 可能就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 這個部分 RTS基本上 我總結來說就是 他可以減低你的人力成本 以及可以加速你整個購買的過程 一來 你不用找那個同事 花很多時間 去跟他猜測 二來是 買家 一來到這一頁 立刻一目了言 立刻就知道 要做些什麼 暫時 我自己看 我在平台上 做得很好的客人 很多 都有用過RTS 這個功能 所以 為何特地要跟大家介紹前面的雙通道 又說一說RTS 因為 當然前面雙通道 大家都要做得很好 但是RTS 如果你的產品 撤合我剛剛所說的那兩個條件的話 我是很建議大家 立刻體驗一下阿里巴巴國際站裡面 RTS的這個功能 是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看到 剛剛好像 剛剛好像有觀眾 問了一些問題 稍後下來我們也會抽一些時間 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接下來的時間 就會交給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會交給今天的嘉賓 楊師母先生 他就會跟大家講一講 一間trading的公司 可以怎樣在阿里巴巴平台上 開到16個 分店 然後用不同的行業 怎樣可以在阿里巴巴平台上 去做 他由選品 去到 怎樣分配同事 去做什麼工作 全部都會講得很仔細 大家記住 接下來的時間也不要走開了 要落足以力 去聽一下 老師一會的分享 大家稍等 楊老師 Hello Hello,你好 我是不是要開個視頻的 其實 是啊,是啊,是啊 大家看到了 OK 那我再共享一個屏 我現在是不是要共享那個PPT出來 還是怎樣 是啊,是啊,是啊 你按共享那個畫面 這裡顯示說 你共享我是無法進行的 Stop 你好,你好,大家好 大家見面了嗎 我先看看 好像 好像找不到 好,我可以共享多一個,我把我們的店鋪都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實操線會比較強一點,是不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店鋪 等下跟大家說,我會 因為我都沒有什麼點直播過 他們找到我說 想我分享一下 可能我就 按著我的經歷啊 或者我的經驗 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然後 可能很多人沒開過這個店鋪 不知道那個店 是什麼樣子的 剛才上一位 帥哥又介紹了 大概介紹了 所以等下我可能會給你看一下 哎 說有流量 那些流量怎樣的 是不是 那些客人怎樣的 我就 給大家 認識一下 大概 我先拿個PPT出來 找個PPT出來 應該是這裡 不是喔 進口稅是指什麼 進口稅是指去到 去到 去到對方國家的進口稅 OK 看不看到 這個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 大概1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我又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到 聽到啊 聽到啊 楊老師你可以 聽到聽到 很清楚 因為因為因為這裡呢 我是看不到問答的 所以呢 如果是突然間聽不到 你可以看一看我 好 沒問題 你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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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不到 有提一提你 OKOK 不浪費大家的時間 今天很榮幸 就可以來這裡 和大家分享 和香港的朋友來分享一下 我上一年的創業的經歷 然後 照我介紹一下 我姓楊 叫楊超姆 然後呢 我在12年開始做這個跨境電商 因為之前呢 大部分時間都是 作為一個員工的角色 然後 上一年呢 我們就跳出來 重生 重零開始創業 然後呢 用了一年時間 我們從兩個人 三個人 現在都有十幾個人的團隊 然後就 上年投入的所有投入都 基本上 實現了這個刑規的平衡 所以呢 這個過程是怎樣過來的呢 我就會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解釋 嗯 我是不是 之前去過香港一次分享過一次用語來分享 但是 平時因為我在廣州這邊做分享 大部分都是用國語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講到 會 折折折折折 又或者是 不是好流暢 大家就 多多見諒一下 OK 呃 今天的課題都是叫做 從零到一啦 因為我覺得 我認為從零到一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們 成功了一個案例之後 然後再去複製的話 其實那個時間會短了很多 咦 我更一下 我們公司就是 19年8月份成立的 然後我們基本上就是 全部 All in 做這個跨境電商 然後我們涉及的服裝行業有 有涉及的服裝 有那個美容美髮 有手機配件 有些汽車配件 小家電 這個打錯字 不好意思 小家電 還有 廚房用品 多個品類 我們算是一個比較年輕有活力的 創意型的團隊 然後我們是上一年3月份 開始做一個新的項目 開了16個國際站 開了16個國際站 然後我們的測盤選盤 做了一個叫做 顛困的模式 然後 我們直到上一年的12月底 我們已經是成交的訂單 已經超過了1200家 然後我們的利用率 是去到830以上的 現在是完全實現了這個 投入產出的平衡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公司的一個 是 是 是 不好意思 我想問你是不是有一個powerpoint 有一個PPT 是繁肥版 是是是 不好意思 更錯了更錯了 打斷了 不好意思 你不說我都 這個會好些 不好意思 是 沒有問題 這個會好些 OK OK 然後呢 就 下一項 給大家看看我們的數據 我覺得 說很多 然後 說沒有用 是不是 看看我們 2020年我們做這個新的項目的所有數據 我們當時呢就是 頂住一個 叫做 在別人貪腦的時候呢 我們就恐懼 可能我們就會 啊 要小心點去做這件事 但是在別人恐懼的時候呢 我們就貪腦 因為上年3月份 大家都知道疫情期間 我們之前做過項目 是做一個瑜伽服 流量呢 下降得很厲害 當時我就想 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我應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會思考 這個時候是不是我們的同行 都一樣會遇到這個問題呢 哦 我想一下啦 好像有道理哦 這個時候可能大部分人都會選擇 退縮 或者是我們 回籠些資金 可能做些 防備作用 當時我就 我就會這樣思考 如果這個時候 我日市 我們做這件事 當然會不會 被別人走得那麼快呢 沒錯啦 所以就在3月10號那時候呢 我們就一次性 開了10個店舖 在4月10號那時候就開了5個 最後一個跟別人合作的 總共我就開了16個店舖 前期呢 剛才 就會提及到一個問題 那我開那麼多店 或者是我做這件事 我是不是要很多人呢 其實我跟大家說前期我們是一個業務員都沒有的 我們現在完全是沒有人做售事的 我們招了幾個應界的畢業生 回來做助理的 所以呢我們總共開了一些什麼類型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裡就是我們的所有店舖的一個分類 有做拖鞋的啦 有做一些童裝的 運動服裝 還有內衣 單車 還有一個高端的訂製的服裝 還有做包包 然後有做首飾 然後做牛仔褲等等等等 我就不一個一個講了 當然太囉嗦啦 所以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們整個佈局是怎樣 當時我們做選盤就打算 圍繞著叫做衣食住行 四個大的分類 然後看一下 看回國際站那裏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就全部將它一次性全部鋪上 我們的邏輯是這樣的 OK 大家看一下 我們當時就是怎樣呢 我們當時租了一個公寓 陳雪狐大家看到我們這個房 就是公寓裡面一個房 我們來雙住兩用的 就是我自己就住這裡 然後有一間房是我們自己做辦公室 左手邊就是三月站 就是我們只有四個人五個人 然後我們用一個公寓 就是我們 直住都在這個位置的 然後右手邊那個就是十月份的時候 我們 就將一個叫做 我們 我們自己說 有一個小的黑網吧 變成一個大的黑網吧 左邊那些就是我們要發的一些貨 右邊就是我們 設了很多台電腦 就加了一些電腦 還有重新改裝一下 變成一個我們辦公的區域 OK 其實變化都幾大的 變化都幾大 大家看一下這個video 就是我們整個團隊的人 從 一開始到現在大概的 有一個變化 大家看一下 這裏就是我們四五個人 全部都是應戒不宜生離的 他們都是 然後 然後這裏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最後那裏 這個設計都不是幾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很有 很有激勵作用的 哎呀 就是看我們從 三四個人 四五個人 一直到 走走走走走到 我們最後 我們發年終獎那一陣子 咦 現在看不到 這裏就去到差不多有十幾個人 我們今年 上年年尾發年終獎 其實 看起來好像很多人 其實我們就是 算計算起來應該就是九個月而已 一年都未到 因為三月份 明年才到三月份 其實就九個月而已 我們已經實現了可以分紅 或者是有年終獎這個 這個位置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 如果對話 我是不是需要很多人才可以做 或者怎樣 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我就一個人 然後加兩個應計筆月薪 後來又招了三個應計筆月薪 其實 如果你是開一兩個電鋪 或者兩三個電鋪的話 是完全說 不需要考慮說 我要一個很大的成本 我要很多人力資源的投入 其實不需要的 我想跟大家 想表達的東西就是 就是這裏 OK 往下面走 OK 這裏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叫做森盤的數據 為什麼自己動的 這裏是幾間電鋪的 這裏就是第1間電鋪的 他自己動的 第2間電鋪的 右手邊這裏就是 那些訂單 這邊就是那些訂單來的 就是那些交易記錄 左手邊就是我們說 後台的數據 其實大家看到我們 完全是新電鋪來的 三月份 然後上升上升上升 一直上升 就是森盤 所以說 你說做國際站 我們為什麼要選擇做國際站 其實我自己的經歷 就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 我們無非就是 想找個渠道 可以找到客人而已 是不是 然後這個渠道 如果可以幫我們找到錢 就更加好 但是找不找到錢 這件事 就靠我們自己努力了 但是 有沒有流量這件事 這裏可以給大家看到 就是阿里巴巴國際上 上面是有很多流量的 是有很多流量的 OK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我們的一些 為什麼會自己移動的 我們一些訂單 就是 這裏就是我自己的手機 在一日之內的一些訂單 有成功付款 有下單 等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大家以後 開了這個 這個 阿里巴巴.com 可能都會好像我一樣 每日要 回覆很多的客 那些孫盤 這個是我們一日的數據 這裏就是11月11號 那張時期 我又截了一張圖 是那天 當日的所有的孫盤 和自動 自動 自動下單的一些 一些數據 OK 我可能哆嗦了少少 但是我覺得如果不讓這些 拿出來的話 可能沒什麼說服 所以我就 在這裏哆嗦少少 大家 體諒體諒 OK 大家看一下我們公司的一個流程 我們3月份開了店舖之後 4月份其實 剛才有說到就是 我們是沒有這個業務員的 所以4月份我們就叫做 騙來了第一個 我們新項目的第一個叫業務主管 是怎樣 當時是怎樣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業務員的 但是呢 有個朋友 他是 在其他公司 做這個 外貿主管的 做業務主管的 然後我跟他說 有沒有興趣 跟我們 做一番新的事 因為我們的創業團隊 怎樣怎樣 是不是 跟我說 他很有興趣 然後當時 他在另外一間公司 已經是拿了 一萬家的人工了 人民幣 一萬家人民幣 然後來到我這裏跟大家說一下 我用了多少錢 我跟他說 我沒有錢 我什麼都沒有 我就是只有一個人的 我說我沒有錢 我說4000元 最多給4000元給你 他都說無所謂 他都過了 後來 因為自己太內疚了 人家在其他地方 拿一萬多元 來到我們這裏 拿4000元 好像又不是 幾坎勞訴 是不是 在我良心譴責之下呢 我又加了500元給他 4500 就 就開始了我們這個業務的部門了 然後到5月份呢 我們就招了第一個業務員 然後到6月份的時候呢 6月底的時候呢 他就又來了 那個業務員 然後呢 又是剩下我們一個 我們叫Carmen的 我們 我們的業務主管 剩下他一個人了 當時我們就想 如果這樣的話 招一個走一個 招一個走一個 其實 雖然說人員是 成本不是特別高 但是流動的成本呢 可能對於我們來講 會比較吃力 所以我們就 利用4到6月份 我們就做了很多業務員 這些管理工作 其實我們都不懂的 我們都是慢慢慢慢的 自己學 一個一個自己做 做了這些流程出來 看到嗎 這個流程 所以說如果 以後你們想做的話 你都可以參考一下 利用這一系列的總結呢 我們就開始 7月份我們就重新去架構了業務團隊 當然呢 7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生客的成交已經去到50個了 自動下單的都有18個 就剛才 說過的RTS的自動下單 就不需要任何的溝通的 然後8月份呢 我們的團隊就 去到業務團隊去到4個人 然後呢 我們生成交的數量就破100了 然後自動下單就破30了 然後剩下就是 這裡擋住了 就是9月份 9月份我們就做了一個業務團隊的淘汰 因為慢慢慢慢的 的成形了嘛 然後到10月份就截了兩個定制的大單 然後就真的全面實現了這個 盈規平衡 以及利用達到30%以上 這個就是我們的 想領比較大的一些走過的路 然後右邊有張我的 微信朋友圈的一個截圖就是那天 7月份那時候就是我們 做生團隊 生員工日職那時候就是 真的可以做到一個星期之內全部出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 7月5號日職 4號出單 6號日職8號出單 然後這個6號日職14號出單 就用了一個這樣的模式來打造了我們整個團隊 其實你說 我們有沒有很專業的東西 其實我們沒有的 我們說什麼管理那些呀 或者是 你怎樣去 去做培訓呀 其實我們都是一步一步的摸索過來 當時我們最大的緊縮就是什麼 就是緊縮就是 可能我們會做很多計劃 也都會做很多的想法 但是 不如我們先踩出去先 就是有問題解決問題 我們經常講就是先做了先 是不是先 那這個就是我們公司去年 整年的大 一些大的歷程 不知道會不會快了一點 我就 我就 因為我見不到人 我對著屏幕我就 只可以說 按照我自己的感覺 大家 往下面走 好 這裏 這裏就是我們最後的數據 就是 2020年 我們是線上加上線下 但是我們所有的客戶都是來源於阿里巴巴國際賣的 我們全年的成交的數量 其實都是 9個月 就是3月份到 12月份 總共就是 765個 就是成交的客戶數量 然後訂單數量 總共就是1250個 我們是前一陣子做的數據統計的 然後 2021年1月份呢 我們就 就 上一個月 就個年前一個月 我們的 單個月的成交客戶就去到 交六個 有15個自助 落單的 然後我們的基礎的利用率呢 就去到 830%到45%了 然後我們是 在去年就接到一個 14萬人民幣的 可能對於大家 大部份人來說 是不算是叫做大單的 但是對於我們 從0到1來講 沒有職類的 團隊來講 14萬當時我們接了我們已經很開心了 服裝的 大貨 的訂單 然後又接了一個是 24萬人民幣的 訂制的訂單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些 叫做什麼 叫做 6000加 美金的樣品單 其實還有很多的 但是我就 就曬了一點點的截圖出來 就給大家 大概知道 其實我們 是 在一年 走過來 很多人都會 擔心阿里巴巴 究竟會帶些什麼 流量給我們 在我的心目中 我覺得就是 有大客有小客 然後呢 你永遠都錢 或者是你做得好不好 真是靠自己 你有多努力 你有 花多少生思去做 我們就是 all in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 一年過來 我們總結了就是 汗水是不會騙人的 就是這樣 努力是不會騙人的 OK 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要做阿里巴巴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動機很重要 我是一二年開始做外貿的 當時我們 做這件事 我們就 自己是不是要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要做外貿呢 就做了一個sword分析 就是 我一二年做外貿的 所以呢我對 阿里呢 我是叫做非常之了解的 而且呢我是非常之 叫做看好這個國際站的發展的趨勢 因為 我特別是疫情的關係 我覺得 跨境電商已經是一個 不可 不可逆轉的趨勢 已經 所以我說 跨境電商一定要做 然後在更多的平台裡面 因為我們是大陸裡面 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的渠道 其實 如果是B端來講 做BtoB的 其實是阿里巴巴國際站的 OK 然後我們就分析當時我們的劣勢是什麼 其實發現 其實我們是一個貿易公司 我們是完全沒有產品優勢的 如果我們跟別人做工廠的比 其實我們是沒有優勢的 然後當時就說 發現了這個機會 就剛才我們跟你說的 就是 生月份的時候 營商的時候 很多人 非常多人 相信你們很多人都是 會選擇保守 留下一些流動資金 當時我說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機會 大家都不做 那時候我來做 是不是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會發現 疫情的期間 我們 本身有的之前做的項目 那些線下的客戶 已經變得很少了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 時間 就是我們最大的威脅 我們不可以再等 一月等的話 可能 第一個機會沒有了 第二個就是 坐舍三崩 因為當時如果我們不發展 不拓展多一些新的渠道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這些流動資金不夠我們的團隊 或者不夠我們 生存下去 所以我們覺得說 越快做越好 當時將所有東西分析完之後 就覺得就是 那不用想啦 如果是這樣做就行了 是不是 這個是我當時創業的時候呢 我就會 往這個幾個方面去擔心的 但是這個比較 比較煩了一點 所以大家就參考就好了 當時我做這個創業的時候 我就會思考幾個維度 總共五個維度 第一個就是 如果將來我要做的產品 究竟解決了什麼需求呢 我就會首先思考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需求的這個市場呢 它是 是不是足夠大 第三個問題就是 我面臨著什麼的競爭者 第四個問題就是 這個商業的模式 是不是很容易被人複製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我怎麼賺錢 怎麼賺錢 當時我們就說 現在跨境電商是一個流量的風口 所以說 哪怕競爭者多 其實 其實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的 因為 有很多 像我們自己的 內地的 中國的供應商 其實根本就沒有做跨境電商的 所以呢 我們利用好這個風口 利用好這個規則 讓你坐以待好 所以呢 就會說回 我的建議 就是 如果你今天 聽完之後 你可以坐下來 你現在 本身沒有做這個跨境電商的 就想想 你現在本身做的 商業項目 或者你本身做的產品 有沒有辦法解決上面五個問題 裡面的三個問題 你有沒有答案 如果有答案的話 我就建議你可以 真是放手去做 放手去做 OK 就是很簡單的就是 你知道你的產品解決什麼需求 你知道你這個需求的市場 是不是大 比如說你可能做大型機械的 可能市場就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大 但是如果你是做那些 大fashion類的 比如說 服裝 化妝棚 或者是 雙包 或者是 手機配件 珠寶手飾 這些市場是絕對 足夠大的 其實你不需要思考的 再來就是 可能你要上個網那裏 看一下你究竟 如果你做阿里巴巴那裏 你和那些什麼人競爭 你只需要有個參考的模板 是不是 然後最後 其實這個商業模式 容不容易被複製 其實不需要考慮的 因為這個是電商平台來的 是一定會被人複製的 最後就是你的盈利模式 你是靠做流水來盈利 還是說 我單款的設計 是別人沒有的 來做盈利呢 這個都是你們要思考的 這裏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可能就 可能要多思考 這裏 因為每個人 可能會 你會想出來的東西 是會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 我覺得 多動一下老更是會 會有幫助的 不要說 可能你們會聽很多課 你們都會 看很多書 看很多網上別人的經歷 但是 其實你真的有沒有試過自己 坐下來 或者是 找一兩個合夥人坐下來 其實 我今天聽了這個楊老師說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坐下來 認真真的思考這個問題 其實是 我今天想帶給大家的一個 叫做 作意 你是不是 正正經經坐下來 我們做這件事 去冷 是不是 OK 我們最後就選擇 為什麼我選擇阿里巴巴國際站 其實我都會看過很多的電商平台 相對來講 阿里巴巴國際站的規則 真是比較透明的 比較清晰 然後我個人比較熟悉 第二個就是 它的創意的門口是比較低的 其實你做任何一個項目 你沒有十多萬 可能你進不了 阿里巴巴國際站 大家都知道 你去了解過就知道 你開個店舖 哪怕你將那些產品 基本的產品 上傳了上去 都是29800 就是29000 我不知道香港那邊是不是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去 和你的客戶經理去了解一下 第三個就是 現在買家的 採購的 習慣 已經變了 真是很明顯變了 什麼叫變了呢 現在的外貿的貿易形勢 我覺得就最明顯 就叫做 訂單水片化 訂單水 訂單水片化 水片水片 差不多啦 就是你會發現 你的訂單越來越零散 可能以前就 人一次性會拿 拿幾個貨櫃 但是現在呢 他會分散去 分散去 去拿貨 可能在這裡 拿個 1000件2000件 那裡就拿了幾百件 大概這樣 但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 在這個模式 他就會 發現 其實是我們的 賣家 他的模式已經變了 第一個就是 你會發現 中間商做貿易的 就是 外國的 創業的人會變多了 那他們不可能一次性 比如說 如果他本身不是說 一個叫老彩救商的 他其實是創業的模式的 你會發現呢 他拿的東西 是不可能一次性那麼大的 所以他可能會拿 10件 100件 或者是幾十件 這個時候我們可不可以 因應他們的變化 來改變我們一個叫做供應模式 這個很重要 第四個就是 在疫情之下的危機 我覺得這個太重要了 你看看以前我們說傳統模式是做展會的 或者是我們做檔口 那些客人來到我們的門店那裡看 現在還有沒有可能 已經是非常之微的了 好像我們現在 我姐姐是做服裝做檔口的 基本上他們的檔口都是做國內生意 因為外貿的貨可能就有些代理過來 但是現在單單展會這一個方面的變化已經讓我們知道 其實不管你今天來不來聽這節課或者這個分享 我也覺得 電商是我們必須要去考慮的東西 最後一個就是國際站的競爭優勢 其實沒有他 就是 你對比一下 對比一下 如果做批發的 除了國際站你還可以選什麼呢 在流量上面來講 在一個 信任的背書來講 其實 我覺得大貧牌 或者是叫做 他的流量的機制會 真是會多 所以在這個 中上所屬 我覺得 相比展會 或者其他的電商平台 國際站 但真是成為了我畢業的選擇 所以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會選擇阿里巴巴貨站 我會留時間來回答大家問題的 因為我知道 只聽了 講你們 沒什麼feel 但是 不怕跟你講 我對著屏幕講 都十分尷尬 OK 那究竟怎樣才可以做好這件事呢 OK 首先我們的思路一定要清晰一下 很多人說 哎呀 我做這個阿里巴巴國際站 就是 你說就容易啦 其實這些錢我都可以拿出來 但是 說就 天下無敵 做就有心無力 當然 我不知道怎樣 入手的嘛 是不是 我們說 好像我們說我們自己做的話 我們就會從三個維度去思考和分析啦 第一個就是橙棒 我們會首先去選棒先 一定是選棒 選完棒之後我們再去做 第二個就是渠道 阿里巴巴怎樣做 上一個PPT那裏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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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個維度 只要你思路一清晰的話 你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啦 是不是 如果你遇到問題解決不了今年 就問人咯 是不是 打電話 問阿里巴巴的客戶經理呀 或者是 上網去搜答案等等等等 或者是上多些貨 首先我們一波波來 橙棒我們怎樣選棒的 三個維度 一個就是 產品分析 市場分析 以及競爭者分析 這裏我就不廢話啦 因為很多人不想聽我的囉嗦 我會直接跟大家實操 我們是 有幾個模式教大家去選產品 第一個 第一個維度就是叫做 在阿里巴巴國際站的首页 OK 這裏我直接實操 這裏 給大家一點光誇 我們會實操 等等再回答大家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選棒 第一個 我們的團隊在國內不是香港 一個選一個模式 香港不行 其實因為我不在香港那裏 做過事 所以 我不可以給大家答案 但是我會想跟大家說 做任何事 我提出這個 建議 其實不是說 為了否定什麼 或者說我一定對 我想 我希望的就是 給大家一個思考的方向 首先我們不要否定這件事 大家覺得有沒有道理 我們不要否定它 如果我真的想這樣做的話 我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是不是應該 先將那些問題 將它寫出來 然後再去解決 如果發現實在解決不了 那有沒有辦法呢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就做什麼都是先不要否否定 我做不做到 我覺得 在香港都可以做到 那我怎麼做呢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了 OK 等一下再回答問題 我們說回選棒先 好像我們選棒就 在這裏 我們會在這個阿里巴巴 比如說我們想玩個女裝的狂 我們會打Jazz woman 打進去 很多人說其實 我想做這個服裝 我怎麼選呢 很簡單的 來到這裏 這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產品 就是阿里巴巴上面已經做到 還算可以了 在你想想 在搜索熱面的第1月已經出現了 這個時候我們怎麼做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裏 PPT我會給大家的 大家到時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會在這裏 去選什麼呢 搜索 同行的 搜索同行的比較靠前的產品來做參考 然後來到這裏 看不看到 這裏AD字樣呢 就是付費的 就是給了錢來買排名的 然後有些就是自然的 然後這裏有個加號 看不看到 這裏有個加號 就是我們說 將幾個產品都加在 我們的對比裏面 就變成這樣了 是啊 OK 就加入了看下面這條 這條通能這裏 就將這產品放了進去 放進去之後怎樣呢 我們就會對比 就會對比 這個產品 多不多人看 多不多人問 然後呢 他的成交額是怎樣的 如果都OK的話 我們就會說 這個產品我們可以參考這個款式 是不是 其實我們說做貿易的 不要說 不要說 他就一定是什麼品牌的 可能就是 那個款 差不多 我們就會向這方面去靠 我們就通過這個方式 在阿里巴巴的 國際站的首頁 的搜索 搜索的頁目 去選產品 第二個就是我們會去這個叫網單 什麼叫網單呢 就是 他會 將 國際站上面做得好的產品 按照不同的類型和類別去做排名 就是 一句到尾就是做得好的話 排在前面 就給大家看一下 實操一下 這裏我們去回 阿里巴巴國人首爾 你會拉下來這裏 這裏就是做工廠為主的 定制的 這裏有個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他們那些 做得好的供應商 是不是 點進去 這些好的供應商 他們是賣什麼的 你看不看 有很多不同的選項 所以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而且是有很多不同的類目的 所以你說選產品 如果你真的不認識的話 就想去 又不叫做抄的 叫做 叫做參考 是不是 第二個就是 我們是做貿易的 我們想做現貨 這個流量最大的 這個叫Ready to shoot的場景 當然我們都可以在這裏選產品 Top ranking 都是 不同的類目都有的 比如說這裏是健康 或者是這裏是 安保 或者是汽車配件 是不是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你又按照自己不同的類目去找 OK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去選產品的一個模式 和方法 其實這個挺實用的 我們在這個模式都選了幾個比較好買的產品出來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去參考 多參考 OK 繼續往下面走 和大家大概解釋一下 這個叫做 weekly deal 這個叫做 top ranking weekly deal是什麼呢 其實會比較 之前比較流量比較大 這個叫做 每週的熱賣 就好像 一個 每個星期 他出單量最高的產品 都會在這個磅單裡面出現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說 在這裏去選一些原本的產品去參考 比如說他是走些什麼設計的風格的 比如說你做服裝是不是 什麼設計的風格的 什麼顏色的 什麼款式的 什麼材料的 什麼價格的 你都可以去參考 有第二種的話 我們會考慮什麼呢 我們考慮從客戶的中端市場去參考 去找些產品 為什麼呢 我們公司的模式下 最主要就是做 國外那些年鄉創業者的生意 他們一次性可能拿10件20件 或者是100件左右 第一次的落單 我們就會研究他們是做什麼生意的 是不是 他拿了我們的貨之後 他在哪裏銷的 發現 其實他們都有做微商的 他們都有做電商的 他們就會在自己當地一些市場 這些市場裡面 去銷售 所以說 如果我們可以抓得住這些 渠道的 產品的趨勢 是不是我們放回阿里巴巴貴的站的話 對於我們來講 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參考意義呢 我們就會 在這幾個網站上面去找參考 比如說這裏就是 亞馬遜的best seller 在這裏都會找一些叫做女裝的款 我們就會參考 很明顯在這裏的女裝的款是長狂 是不是 有不同的款式 顏色我們都會羅列出來的 做分析 第二個就是ebay 你看不看到 大家看 其實不是說 你不分析 一定要去看這些東西 亞馬遜的best seller的群 和這個ebay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走的風格 或者他們產品的類型 是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叫做 我們說 Ali Express 就是出賣通 你看不看到 三個網站 它出來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所以說你將這幾個圍道一總結 你再去做一個最基礎的客戶調查 你問一下他們說 你們是做什麼生意的 你們在哪裏銷售的 當然你就知道 其實什麼款是適合你的 你甚至乎可以主動推這些款給你的客 當然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正在做這件事 OK 還有一個 最近比較 我們會重新去參考 叫Wish的 這裏我們都是 搜了裙子 或者是在這邊 你會發現 他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邊的女裝 偏這個 over size 比較多 這個plus size的 一些裙 都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我們用的比較少 我們都是用前面的三個 做選盤為主 我們我們是為什麼做呢 我們把所有的款式 截圖截了下來 然後就 開個會 在這些款式裏面 去選幾個顏色 或者選幾個款式出來 我們就在國際站上面 上款 因為為什麼呢 在國際站上面 上產品是沒有限制的 只要你不是虧得了 然後呢 這個是不用錢的 這個不需要錢 只要你開了店鋪 你就放上去就可以了 其實當然一個自營流量 都都夠我們開單 其實都 OK 然後當然還會有些 Google的選盤啊 我們會在這裏搜一些 叫做獨立的網站 因為他們會做一些官網 那他們是怎樣選 選產品的呢 這裏都是比較偏私端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在研究 客戶的習慣 客戶如果經常在這裏找 或者這裏看的話 那我們就要參考這裏 他們是選什麼產品的 之前我們做過刀具的 產品就是這樣找的 這裏就是Facebook Instagram 這裏是你們比較熟的 這裏 這裏我就不廢話了 都是通過一些 數據 而且我們會在Facebook和IG裏面會做另外一個動作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會去關注那些穿搭的網號 那些KOL 我們會用這些博主去關注它 然後我會看 他最近會推薦些什麼顏色 他最近會推薦些什麼風格 我把這些東西全部搜集下來 然後比如說顏色 比如說風格 比如說財質 他會推這件事 我會總結下來 那我可不可以 這一期我推一個 類似於 這個顏色的 長狂 這個風格的長狂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 這樣的風格 來做一個 自己相似的款 很有可能 這個博主 其實他不是 他不是推薦款式 他只不過推薦一個 叫做 流行的趨勢 是不是 但是呢我通過這個趨勢 人家不做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先做了 對我們可能就是 叫做一個機會 當然這些機會 一定要通過多次的嘗試 可能 不斷地去實踐 才會有一個 叫做比較好的結果 不是說 我聽這個老師說的 然後我想一看 然後找個方法 那我又買了 為什麼 很正常的 因為這個都是有概論的 不是說一做就行的 這個要堅持的 大家 這個就是IG上面的一些 款啊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IG也好 Instagram也好 Facebook 甚至是 YouTube也好 這些 我就非常建議大家去 特別現在比較 比較紅的叫做TikTok 是不是 我們 我們內地叫抖音啦 但是有 出面的就是TikTok 我們會關注 這些相關的 社交媒體 軟件 他們上面的 叫做流行的博主 時尚的博主 穿搭的博主 他們會推薦什麼 流行元素 什麼顏色 什麼款式 什麼財質 我們就會 因應這些來 去做什麼呢 去做一個統計 我們是否可以推薦 雙 雙 雙的款 或者雙雙的財質 去做 比如說 之前我們推一個叫 衛衣 有一款衛衣是 他的帽子裡面 是那些 那些 籌段的內襯來的 當時 就是沒有人推的 後來我們看到這個 訊息 原來外面的人是 喜歡這件事的 所以我們就推了 看到那些 rapper 就會穿這些衣 我們就推了這個 都賣得 幾好 就是通過這些 不同的元素 去組合 OK 這個就是YouTube的 所以在這裏就會說回 我們選完產品之後 會跟大家說回 我們整個貿易的公司 我們的運作的邏輯是怎樣的 首先一定是 先有流量 就最簡單的 你怎樣都要上下產品之類的 那些東西 是不是 第二個 我們才會做業務轉化的 所以剛才有 有同學會問 我們這個模式 在香港可能做不到 我們 我們當然是人手 不行 等等等等 其實 你一個人都可以做的 你不需要 想著有多大的團隊 你先 把產品發上去 有人問你 是不是這樣說 有人問你 你先去想辦法 解決業務 如果你說 我不懂英文 我覺得 不懂英文 這件事 更簡單解決 我們自己招了 很多人英文都不行的 因為阿里巴巴 他的智能的服務 他直接打中文 就可以翻譯成英文的 真的是這樣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這個翻譯 粵語這個功能 但是我至少知道國語的翻譯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個可能你就後期去跟 後務經理去了解一下 最後我們才會對峙供應商的 其實都是說真的 我也做到 沒有人做不到的 你們的單身 真是多餘的 OK 在這裏我就會從國際站是怎樣做的 去展開 去跟你們說回我們是 怎樣做流量 怎樣去做團隊之類的 OK 一個項目 怎樣做好呢 比如說我們是 做這個珠寶首飾的 因為可能香港的同學 都有些人是做珠寶首飾的 因為這個是截圖來的 我們做思維道途 那個思維道途那時候 所以可能就沒有粵語 這裏不是用 不是用那些繁體字的 大概大家了解一下 我會讀給大家聽一下 第一個就是 叫做產品的sword分析 第二個就是做店鋪的定位 第三個就是做基礎數據 再來就是 創造一些基礎流量 再做業務對製 再做物流對製 再做供應商對製 在這裏大家不要說看著這裏更複雜 其實我跟你說 這些東西你全部不做都沒有關係 你做一件事就行了 開了店鋪之後 將產品放了上去 我之所以做得更 寫得更細 更紫細 我就希望說 有這個PPT 之後你們 再回頭看回 有多些參考的意思 其實在這裏阿里巴巴 第一步就是選產品 選完之後你就 發上去就行了 沒有我們想像中說 我又要做數據分析 我們又要分析這裏分析那裏 那些是你做到之後 你熟悉之後才分析 你連這件事都不明白你怎麼分析 但是不做數據分析是不是就做不到呢 答案是否定的 哪怕你不懂數據分析 你不懂說別人都可以做 就更簡單 OK 然後我們做 我們對那個專寶首飾 因為這個案例 我們舉了這個專寶首飾的案例 我們對這個專寶首飾的分析就是什麼呢 我們做了一個基礎分析就是 專寶首飾有一個很好的優勢就是 他體積少 他重量比較輕 他價值高 我們前期做的事 我都是做 我們全部都是做可以走空運的 不是說你走一件那些大型機械呀 比如說走個慧玉 走個馬桶之類的那些 你空運走不了 我們前期我建議大家做些事 或者是你 如果是做貿易的情況之下 你選一份 重量選一些可以走空運的 因為為什麼呢 走空運的東西呢 他的時間周期就會短 他的回款周期就會快 他的複口率就有可能會高 是不是 第二個我們就是 會分析一下 這個珠寶首飾的行業競爭會比較大 然後呢 我們呢 就對這個產品就不是很熟悉 其實我們不是很懂產品的 我們 OK 第三個就是 其實這個行業的容量呢 就還算OK 就是在這個產品 珠寶首飾裡面來講 然後呢 其實做得好的呢 又不是說好 有很多家 其實他是比較兩技風化的 要麼做得很好 要麼就沒什麼怎麼做 OK 最後就是 做珠寶這個行業的 其實他的行業壁裏特別明顯 如果我們不是說特別有資本的話 我是不會欠一個TOT 20的 可能我就是賺錢 以賺錢為主 在中間這個區間裡面去做流量 是了 都是那個說話 看這些大家如果看不明白 或者覺得有些一頭無水都不重要 我做這件事給大家看呢 希望大家以後 當你真的做這件事 那時候呢 有一個參考 不是說叫你現在 我要理解所有東西才去做 不是的 因為我做 做這個東西 我做得比較細緻 所以我把PowerPoint做 做小一點 然後我們就會做店舖定位 其實很簡單 做分組 比如說我們做 第一個項鍊 我們是做什麼款式的 然後做 這個 這個 耳環做什麼款式的 做手握什麼款式的 又做些吊墜 做些什麼款式的 全部都去 都會去那裏找的 選盤選款 然後如果大家都是不知道怎樣選的話 我就 會實粗給大家 當你如果假設一下 假設我們會選了這個叫做 珠寶首飾的款 我們會怎樣做呢 我們就會去 首額 然後我們會我們會來這裏去選產品 叫做 搜索了 然後打個 打個關鍵詞 打了上去 當你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你就來這裏了 他會把所有的類型全部幫你區分好 所以呢你如果 都 橫眼圓 你覺得誰你喜歡做你就當上去 比如說 女裝的 女裝項鍊 我會看它有什麼款 OK 這些款我玩不玩多貨炎 或者說 我自己做設計的 我可不可以設計都比他們更好 是不是 那做到這一步了 就意味著選捧就搞定咯 其實無非就是副色不同的 對不對?不同的類型 所以大家選捧 可以按照剛才我給大家的建議 直到國際賺的首額去做 然後如果你們本身有做首飾 到時你拿這個PPT可以參考 其實我們都做過很多類目分類的 你們可以直接拿來參考 這裡我不廢話 因為今天主要不是跟大家講運營 因為講運營的話 第一個就是太悶了 第二個就是可能 它需要的可能你真的要做你才知道的 我大概大概在說 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個歷程 OK 然後我們就會做一些基礎的數據 其實大家關注這裡就行了 就是發產品咯 比如說我們要曝光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要首先想辦法 把你的產品展示給別人看 所以說如果你連產品都不上傳 上傳英文是 outload 沒錯 不outload的話 當然可能你就 沒有機會出現在別人的面前 對不對? 所以我們 如果我們就知道這件事的話 哪怕我說 我想做首飾 我想做項鏈 所有的英文的keyword 全部收集下來 其實這裡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就是我們說做關鍵詞 其實阿里巴巴的手術引擎 它是識別什麼呢? 它是識別英文字符 它不是識別英語 明白什麼意思嗎? 它是識別英文字符 就是什麼意思呢? 有些多語言的 比如說 因為我不懂多語言 比如說什麼 法文啊 它是不是用英文來串出來的呢? 雖然 雖然它 表達不一樣 但是它是用幾個英文字母串出來的 所以呢 很多人會忽略這一點就是 我做關鍵詞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做些多語言的 但是呢 是英文字母的 關鍵詞 大家明白什麼意思嗎? 不明白 無所謂 你可以等人文 好不好? 第二個我們就收集一些圖片 視頻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呢? 都很簡單 如果我真的做一件事 我最難的 我就上網找這個圖片咯 只要不涉及到大捧牌 一般都不會親權的 除非這些捧牌本身說 你做條件你去抄那些 什麼 LV啊 Chanel啊 那些就會被人說投訴 但是大部分如果不涉及捧牌 大家都做這件事的話 你就要用別人的圖片 但是前提就不要有人的水印咯 但是這個都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自己做 做這個供應商 很多圖片都是 我們用一張圖 就不可以我們自己拍照 拍一張圖 放上去 我們先把產品放上去 對不對? 然後就是做這個 詳情的設計 最後就發佈產品 發佈產品 發佈產品 可以都可以有流量的 這個見仁見智 最後就是為什麼它會點了你的東西 但是又不會發送給你呢 我們可能就要做一個客戶體現的優化了 OK 然後就會創造流量 咦?我們會了解一下 阿里巴巴流量是怎樣來的 然後怎樣打造爆棚 其實這個不是今天講的重點 因為這些是屬於你做了之後 你去再分層去了解 我都是那句話 我寫出來呢 不是說今天你要去理解這件事 才去做阿里巴巴的 就是我寫出來是因為 可能今天過後我們就沒有什麼交叉了 我想留下一些東西給大家更解 所以大家就不要更解懷 不需要說我要理解這件事 我看都看不明白 沒有問題的 它認識你就可以了 你不用認識它的 OK 就放在這裏 阿里巴巴的流量的分層 收縮流量 場景流量 和自營銷的流量是怎樣分出來的 然後打造爆棚是怎樣打的 銷售的爆棚是怎樣做的 怎樣做優惠權 指扣權等等等等 那些 你是之後一步一步 當你訂單做出來 你覺得你要做得更加專業 你才去做這件事 明白 OK 然後我們就是 把這個 基本的 運營的流程做完之後 我們先去對接業務 其實我們是前期不重視 我們一定要有個業務員很專業的 我們是 把產品發了上去 有流量 有來問我們的問題 我們先去做這個業務的對接 然後做業務的流程 首先想辦法成交訂單 然後再去做銷售額 比如說我有一張單 這張單其實很小的銷售額 沒問題 我成功了之後 我們再複製 最後我們才會想賺錢 然後我們可能會做一個叫做物流的對支 在這裏 剛才我特地我還拿個寶寄低了一些東西 其實我剛才在這思考 想著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香港做國際站和國內做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香港的優勢就在於什麼呢 就在於物流 因為好像我們現在做的國際站 我們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有些貨發了過去 客戶他會拒收 再彈回來呢 一般都會彈回去香港那裏 但是我們是拿不到這些貨的 如果我們要在香港 叫做進口回來我們的大陸的話 是這個成本很高的 所以我其實我當時 第一點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你們的容錯率 就是香港那裏的容錯率會高很多 就是可能我們發了這批貨出去 客人不要是不是才會彈回來 他要彈回來 你可以把貨收 接收可以發給另外一個客戶 其實在我們大陸的話就做不到這一點 真的 第二個就是收款 其實在我們國內現在收款 如果大家有了解過就知道 很多帳戶都被凍結 真的 國內那些工帳也好 私帳也好 相對來說 在香港的話 這方面的東西就會比較 我自己的知識就跟他們說 會被我們休休 剩下的那些就是你說 我怎樣去找供應商 你們都可以上網的 大哥是不是 你們都可以去1688找貨的 是不是這麼說 所以就見仁見智 我覺得就是要整合 OK 我們將 幻營做完之後 我們再會去做那個業務 然後再去做這個叫做 物流的對折 再做供應商的對折 OK 最後就團隊了 這個就大家很關心 特別是香港的同學 我們說香港同學 為什麼說團隊最關心呢 因為團隊在香港最大的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叫做 人力成本 是不是 其實 看你想做什麼 如果你真是說 想自己一個人兩個人來搞 其實絕對都做得到的 但是都要 但是你一個人做 兩個人做 還有說你十個人做 你都要明白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我要知道 我如果做一個專業的團隊 我需要什麼人 可能你這個時候 你沒有那麼多人手 那你就一個人做幾樣東西 是不是 跟大家分析一下 一個叫做人員架構 做個店舖我們需要什麼呢 在這裡有一點一定要大家要清楚 人員的配置是不等於人員的數量 你不要看著說 又幻營又設計又業務又更單又採購 當然老師好像你這樣說的話 你都要五個人是不是 其實不是的 我只會跟大家羅列出來 這個人員的配置是用來做什麼的 幻營可能是人員流量 然後設計用來做處理的視覺 然後業務用來轉化流量 更單用來處理訂單 取舊就處理產品問題 其實很簡單跟大家講 如果你聰明的話 你可以一個人做完的 是不是 如果你不聰明的話 就先做一個再做一個 你先做一個 先做幻營再做其他東西 一步一步就來 是不是 好像說我們 我們前期就是兩三個人 然後我們兩個人是不認識的 我們有兩個員工是不認識阿里巴巴巴賺的 我們前期就做上產品 將產品發上去 再一步一步解決問題 我們當時就是這樣做的 OK 我們的團隊架構 你以後可能會設計到 你要招人 辱人 和留人 你要怎樣做 這個都是跟剛才同理好得 是不需要你們去理解的 只不過我寫下在這裡 你們以後有可能用得上 可以幫到大家 你不要說 看到我寫的東西更多 你就說 糟了 我如果要做這件事 我又要吃這件事 沒有這些的 沒有更多 就是給大家看 團隊 我們是需要這幾個崗位 如果以後有機會 你做大做強 甚至乎你現在就想一步到位 你又將這些人 招柴 如果說我的資源不夠 我時間不夠 我人力成本不夠 OK 我一個人先做 先將產品發上去 有流量 有訂單 我就一步一步做 明白什麼意思 OK 最後 最後 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們經常說 運營的基本邏輯 其實我經常說 做一件事 其實不難的 做失敗都很正常 因為這個世界成功的人 就這麼多 但是我們只需要明白 整個項目 我們要做這件事 它是怎樣運轉的 是不是 我們經常說做電商 你們可能會說 從頭到尾的道理 你們不明白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思維道徒 做了一個流程圖給大家 以目的為道向反推 OK 第一步 我們做任何項目都為了盈利 盈利 怎樣才有盈利呢 你有訂單才會盈利 然後你有客戶才會有訂單 有流量才會有客戶 流量怎樣回來的呢 就是 這個叫做 就是我們 在阿里巴巴人上面叫做 白話點光 突然一卡住了 叫做反饋 這裡寫著回饋 就叫做反饋 然後 反饋怎樣來的呢 叫做 就是inquiry 其實就是鬆盆那些 然後就是點擊 人家入住你的電 才會跟你說話 才會跟你溝通 然後呢 就會有曝光 因為現在多了個RTS RTS的話就是 只要你出現別人面前 就有可能會成交的了 這個所以就多了一條線 有可能你一出現曝光 只要你出現在你的 目標客戶面前 只要你做客戶體驗做得好 有可能不用談 不用日理盈電 他都會跟你落單 然後就做產品上架 然後做平台的見證 選擇這個平台 然後中間就叫做供應 將所有的環節 合起來叫做供應鏈 然後之後有可能會做到澎牌 然後呢 剛才叫做逆推 逆推就叫做網問題的 那我們怎樣做呢 比如說我選了平台之後 怎樣做見證 我們需要具備些什麼呢 OK 做一個基本的裝修 OK 然後呢我就要選產品 我要選一些詞 關鍵詞 是不是先 然後就發佈一些產品 我們要知道怎樣發佈這個產品 上架這個產品 然後我們要做一些關鍵詞的鋪設 然後我們可能要做排名 排名怎樣來的呢 他是有些數據權重 比如說如果我們真是說 我們前期不做大頭的情況之下 我將產品上上去 阿里巴巴國際站前面三個月呢 是有流量保護的 就是呢 你將產品放了上去都會有流量 明白 其實你要放樓 你要放產品 你不是說發一個產品 就有一張訂單 沒有這個歌仔唱的 大家一定要 要將這個搞清楚 放多些產品上去 然後曝光 曝光到點擊是怎樣的 客戶體現 點擊到那個回饋是怎樣的 客戶體現 然後 上面的阿里巴巴上面的反饋 有多少個形式 鬆盤啊 或者是這個 trade manager 就是那些在線的聊天啊 還有那些rfq 還有那些訪客 還有那些粉絲 其實這個東西 跟你玩 玩facebook Instagram 差不多 粉絲那樣東西 然後 將所有的客戶資訊 全部收集起來 總共有幾個流量 然後一步一步一步 可以推到 這個不廢話了 我做一張圖出來給大家看 就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做一個項目 就是如果你要學到精 的話 有更多方面 以後可以慢慢學習 都不代表說 我現在要所有東西都要關掉 然後中間打斷 左上角呢 我們叫做混型 右下角我們叫做業務 這個就是整個流程圖了 我們如果大概知道這個流程圖 我們就知道 其實現在我們坐下來談的時候 我們還缺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一步一步來做了 所以呢 在這裡我會強調什麼 我會強調產品上架這件事 因為我們做過很多個店舖 都是產品一上架 基本上就可以解決 百分之八十的問題了已經 OK 最後就希望大家專注做過程 嗯 我們整個公司 項目的開展的原理就是 首先做流量 上架產品 有了的森盆之後 再去能義務點轉化 最後先做供應 打磨你的技能 當你成功了一之後呢 你就可以不斷的複製 不斷的優化 最後總結 總結就是 我建議大家主動學習 用普遍化 然後一定要多些總結 這個總結 剛才我講的 可能你自己一個人做 一個人做 自己拿個保仔 每天在這裡寫 其實我要做什麼 今天我要完成什麼 是不是 然後以後的話 我建議大家一定 學一下數據 去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數據 看一下這些數字 是怎樣可以轉化的 然後懂些基本的邏輯 就剛才那張圖 堅持 然後 學會資源整合 洗錢 然後有危機意識 然後就是 把前面的東西 做多幾次 然後有一句說話 就很想跟大家講的 就是叫做 我一直認為這個世界就是不公平的 我覺得這個世界唯一 唯一公平的就是時間 唯一公平就是時間 為什麼 每個人每天 都是只有24小時的 你不會多過我一分鐘 我都不會少你一分鐘 所以說 我覺得有些東西 真的 越早做就越好 這個不是跟你們說 叫做 叫做 什麼 灌雞湯 或者叫做 大餅 那些 這個是我自己的經歷 我打工出生的 我覺得就是 你做一件事 越早做越好 時間是回不了頭的 是不是 所以最後就是叫做 做什麼都好 凡事要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然後就 如果之後 你們souho 做完之後 慢慢慢慢 我建議你 一定要做團隊 做團隊 才可以叫做 做大做強 做大做強 如果你跟我說 我一個人 可不可以做大公司出來 好難的 真是 不要想這些東西 真是 有這個機會 你研究基金股票 算了 如果你想一個人賺錢 我覺得最簡單 就是你研究一下房市 買樓 是不是先 研究一下基金股票 來得更快 錢 是不是我先 搞得更累做什麼呢 如果你真是想做一個公司 想做一個項目 我建議你就 首先自己一個人做 沒問題 但是一定要 找多些志同道客的人 一起做一樣事情 其實現在在內地 年輕的創業的團隊 越來越多了 全部做合夥人的制度 所以說這次有機會 跟香港的同學 去分享我們的成功案例 所以我都希望 叫做 互通有望 我都希望向香港的同學學習 也都希望 你們可以見到變化 我們其實是怎樣做的 OK 最後就叫做 給大家看一下店舖的實際案例 講多不看店舖 沒什麼看頭 是不是先 OK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店舖 這個是我們做了兩個月的店舖 兩個月就是 我們接手 我們接手 兩個月已經去到二星了 去到二星了 已經 我看一下銷售數據 這個是做口罩的 當時我們截了一個項目做口罩的 OK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懷疑 就是 你找這些老師過來 可能那個老師 是扯貓尾的 是不是先 我個人很真實的 我公司地址都可以給你 你來講真的可以找我玩的 沒問題的 很真實的 這個就是我們做了兩個月的一些基礎數據 這個是其中一個店舖 是做那個口罩的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另外一個店舖 這個 這個是我們做單車的 我們做單車的 鬆盤 很多 我們流量都不少 這個 每日回 這個都是根脈的流量 是不是 根脈的更新時間 做單車的 OK 就想跟大家表達一件事 這個店舖 我這個店舖 做單車這個店舖 是沒有用 沒有用那個 那個 付費的流量 沒有用什麼直通車 你們一定會講 什麼 又要開直通車 又要做廣告 是不是 我非常 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態 這個我們是沒有開直通車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 正正經經有些東西給大家看 這個叫直通車的後台 看到嗎 我們還沒開的 我們沒有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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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沒有錢的 錢少一些 這個我們沒有開的 但另外一個 我們就開得很行 大家來研究一下 你們不喜歡看這些嗎 喜歡看這些實際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就開得很行 這個錢就發發聲 一燒 這個 所以說 你就不是說 一定怎樣做成功 我覺得 成功方法有很多的 就看你堅不堅持 這個意思 我們這裡的網絡有些 有點 有點 可以 看什麼 兩百 一千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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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都燒五六百元 那樣燒的 可能你們覺得五六百元 不是什麼錢 對於我們來講 其實都 我們總共已經花了 一萬三千多了 最近七日 這個 正正經經經 不會 不會說水大家的 OK 回到PPT那裡 好 其他大的就沒有什麼 我基本上 分享的其實就是 我們一個創業的歷程 還有我們需要注意些什麼 我希望 可以給大家一些 叫做 建議和意見 給大家一些靈感 你說短短一個 一個多鐘 可不可以幫助你們 將整個阿里巴巴走遍呢 我覺得很難 但是至少我希望 我今天提出的一些建議和意見 可以幫到大家做一些決定 或者是做一些思維的一些開發 最後就是 因為我們大陸是玩WeChat的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說如果你們 想加我可以加 如果不想加 都不需要 不需要什麼 因為 可能大家都沒有什麼交集的 其實都 我都很單純過來 分享一些事情 給大家聽一下 OK 這個是我的微信 如果什麼的話 就可以 可以加我 然後大家交流一下 然後 然後 主持人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回答問題之類的 那些事情 Hello 楊老師 是啊 你 見到Q&A session 那裏 見到 是啊 那裏面 我先按出來 好 應該就是 這裡 OK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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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林先生,林小姐,林先生,他说,他说,他说,那个,香港这个模式,其实我不知道你所谓的模式是什么模式,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我刚才说的东西太太繁重了,你就首先开一个店铺,你自己去试一下先,其实我觉得你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想做电商这样东西的话,其实我们,我会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其实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刚才我已经全部同一样, 大家整理出来了,不一定说是,不一定说是要香港还是大陆,我觉得哪怕你一个人都可以做国际站,所以我的回答就是,这个模式香港是绝对可以的,没说不行的,OK?第二个问题就是,团队除了基本人格有没有提成,没有当然有提成啦,是不是先?因为我们做这些基本上都是要给提成的嘛,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肯定的,至少,至于提成是怎样比的, 可能你就要因应你的产品的利润来去决定啦,这个我就不用说啦,然后我做国际生意,同时是否要精通外语,OK? 如果可以精通最好,如果不精通的话,都不怕,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翻译软件,是不是先?特别阿里巴巴他的智能翻译非常之智能,非常智能,然后我们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如何?我们早上八点半上班,下五六点钟下班,我们公司基本上不加班的, 是,然后一个人做应该由哪里开始呢?一个人做应该从开店铺开始,你开这个店先啦,开这个店,然后将产品放上去,放上去,你可以叫你的客户经理去准备一些课程给你,或者教你,或者给一些基础的指引给你, 我怎样发一个产品,只要你努力去做,我给一个基本的数字给你,你努力去将产品发读五百个,发读五百个,比如说我发一件T-shirt,T-shirt就是T-E-E-T,这个关键词,用这个关键词去衍生五百个关键词,然后你将这五百个关键词发读国际赚,一个关键词,一个产品,百分之八可以有流量,就是有松盘,订单我不敢说,但是松盘一定有, OK,所以说,所以说你应由哪里开始呢,你开电先啦,一个人就开电先,开了电,你洗塞个头,你就会做的啦,你洗不塞个头的话,你一直在那里忍,你又,可能你忍到三年之后,你都,你都还在问我这个问题,OK,请问物流啊,收方的曝光,完全,呃,这个,这个有点小了,这个,我跟你说,物流呢,其实我们在,呃,大陆的话就会找, 用货带来,来处理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香港那边,呃,香港那边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物流公司,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阿里巴巴的工科物流,工科物流,然后就是关于,收方的曝光,其实呃,呃, 呃,现在其实呃,呃,我们在大陆来做,呃,我们的物流公司会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搞定的,我们有个,有个,有个货币的,呃,贸易的模式叫做DDP,呃,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那些客人不可以帮你处理,我是做不到任何事,我和你说,我都很实际,我都不会说,呃,呃,呃,让你安生,嗨,呃说些,嗨有事真的可以叫做事情传播吧,我怎么知道我懂 这是我看到你很实际,我都 Żyk呃,呃,呃,我是帮你 WOW的事, 我也不能说那无不好,呃 mens 這個處理方式比較容易 我們在大陸的話要進口比較麻煩 然後就是 運費 因為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叫做 叫做 有一個服務團隊是專門 解決物流問題 香港這邊有沒有的 第三方的 反正我們這邊是有的 如果沒有也不怕 因為你的運費 是有兩個方面去計算的 一個就叫做 在阿里巴巴有個官方的物流 你可以用他們的來計算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你將這些貨物的 大概體重啊 體積輸入去就會有的了 第二個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不可以在當地找一個 貨幣公司專門做國際物流貨幣公司 我相信一定有這個業務的 叫他們去 比如說我實踐山去到美國 什麼地址多少運費 你直接把這個給你的 貨幣公司 然後叫 你報個運費給我 我覺得在香港的運費 絕對比在大陸便宜的 OK 大家都很關心物流運費啊 或者是稅費 其實真的沒有你們想得這麼複雜的 因為稅這件事 稅這件事 是我們解決不了的 明白嗎 對方進口是對方解決的 特別是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在國內的話 我們所有的稅費都是我們的貨幣代理 我們說貨幣代理啊 來做的 OK 微信我已經剛才在那裏了 已經在那裏了 有一個類目 類目不一樣的話 你的產品是不行的 明白嗎 第一個是流量的問題 第二個是專業道的問題 是嗎 嗯 價錢競爭的問題 我跟你說 嗯 在同一個網站 找到同一個產品 我跟你說 這個世界上是很神奇的 這個世界上永遠沒有最低的價格 只有更低的價格 如果你做到現在 你會 你還對產品競爭這個問題 有疑惑的話 其實 我可以很大膽的跟你說 不用怕的 你幾高的價格都有人買 你相信我 因為一個採購商呢 他永遠都不會用最高的價格來賣 也都不會用最低的價格來賣 他會不斷地對比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 是你怎樣跟別人談的 明白嗎 平均每個月用多少廣告費 剛才我已經講了 我有個店舖 但我有些店舖 7天已經用了1萬元了 所以這個沒有標準的 這個沒有標準的 如果你真的要做廣告的話 我建議你先試80元開始 每天80元 一個月就三千多 阿里巴巴最低的日消費 就是80元 是不是 不需要囤貨 不需要囤貨 因為RTS 15天發貨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需要囤貨 OK 多開一個產品品類 就需要多一個阿里巴巴獎戶 跟你說 只要你的一級櫚目是一樣的 你就不需要開多個櫚目 如果你有五個產品類別 你有五個產品類別 比如說你是不同的櫚目 比如說我有服裝 我有鞋 我有化妝棚 我有珠寶壽色 當然當然要開五個 是不是 有沒有道理 我沒可能開一個店 放了所有東西上去 因為你的流量會搶 而且你一個店鋪 你不可以開很多個櫚目 你只可以開一個一級櫚目 所以如果你有多的話 我建議你開多櫚目 可能我就開十幾個就當然了 選棒我們是沒有跟工廠溝通的 我們是用自己的數據來選 選完之後我就直接叫工廠發貨 OK 產品全海外倉 海外倉收費貴不貴 阿里巴巴的話 海外倉我沒什麼了解過 其實 如果你要做海外倉的話 這個是 屬於比較私端的做法 所以我建議前期不要做 因為海外倉的成本太高了 它不單止倉庫的儲存空間 那個成本高 更加多就是 你要備貨 你要將貨放到那邊 所以我不建議 上價不計產品數量 只是一不開電費 我不明白這個問題 這個Jessica 上價不計產品數量 反正如果你問收錢 阿里巴巴呢 正正經經來收不開電費 如果你說上產品不用錢 不用錢的 但是你自己上 但是你想別人幫你上 就要請人咯 是不是呢 如果你說更多費用的問題 你諸宋客戶經理給我 好 老師都沒有他們熟 是不是這樣說 然後就 每 每單交易 是不是要分那個提成給阿里巴巴 不需要的 阿里巴巴不虧提成 阿里巴巴會 阿里巴巴會收交易的服務費 那個服務費 是付款的服務費 其實都很低的 你不需要的 客戶產品入口稅 怎麼處理 你們的問題更多 可能今天我 可能回答不完 有沒有盡頭的 產品入口稅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們的客戶進口 是不是 剛才我回答過 這個你解決不了的 你解決不了 如果是貨退去香港的話 不用稅的 比如說你的貨去到客戶那裏 客戶突然不要了 退回來這裏 香港是不需要 但是 香港回到來 我們大陸就要稅了 這個你可以去諮詢更加專業的人 因為我都不專業 OK 不是 盈以則照 或者是那個雙標 首先雙標 我可以跟你說 不一定要做雙標 這個叫做 Salina 我一回答你的問題 但是盈以則照 阿里巴巴註冊 是一定要盈以則照 他不可以個人註冊 是嗎 沒錯 應該你們那邊也是一樣 要盈以則照 是嗎 你是不是叫Kalvin 是呀 Kalvin OK 你們那邊應該也是要盈以則照 沒有 是做不到的 我們要商業品幾整 OK 但是雙標 是不是必須做呢 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做OEN ODN 我怎麼做雙標 是不是 他給個板 我們幫人來定制的 所以這個不需要 呃 請教 除了阿里巴巴之外 我們 我們核心做阿里巴巴 我們 我們 亞馬遜的話 會做少些 因為我們不做私端的 如果兩邊上架的產品的話 上同樣的產品 還是 篩選 最好 最好分類 因為 因為 呃 呃 因為你上產品 你上產品的話 就 呃 私端和批發 畢竟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剛才我已經講了 我會在亞馬遜選棒 所以說呢 哪怕你 你 你覺得 上同樣的 都沒有問題的 好和不好 是之後 數據會被反饋給你 明白嗎 所以呢 我給一個結論給你就是 我會建議 先上同樣的 後面再做篩選 用香港 你在香港 你不是用香港 而且香港註冊 不是很多優惠的嗎 我聽阿Eva 就是他們的同事說 在香港 用香港公司去做 很多優惠政策的 如果有中口稅又如何 中口稅是什麼意思 真是 收貨款有保障 非常有保障 阿里巴巴有保障 你不怕的 他不會吃你錢的 放心 OK 回答了 我都叫做很盡職的 各位同學 如果有中口稅 什麼意思 如果有中口稅 是不是你客戶那些中口稅 先 你客戶那些中口稅 客戶解決的 我都不可以怎樣 我說幫不了你的 這些 你要找專業的人來搞 我搞不定的 我跟你說 收貨款非常有保障 阿里巴巴幫你搞定 如果你是用 如果你是用TT 就是你們香港 我試過用香港匯豐 匯豐銀行來收款 非常之危險的 我真的試過被人凍結的 不是開玩笑 阿里巴巴反而沒有試過 所以你放心 阿里巴巴不會水你的 風水流騙你十年八歲 阿里巴巴不會騙你的 OK 沒問題了 好 今天我們的 多謝老師先 OK 他要微信 我先加微信 對 讓你加微信 出來 OK 如果各位觀眾 想問楊老師一些其他 可能更深 或者更深 或者厚續的問題 可以scan回KR Code 這個是WeChat WeChat KR Code 我沒有其他聯繫方式 所以說 比如說你什麼Instagram Facebook 那些我們又 有少玩 所以如果加多加多加不到 沒解 我們沒完 你們 以後有機會 有機會 去香港 大家交流一下 對 沒事了 我可以走了 是嗎 對 差不多 那我最後 楊老師分享的部分 就差不多了 嗯 那我最後 就放回香港 那邊那個 優惠給大家 OK 我是退出 還是怎樣 我現在退出 是嗎 退出就可以了 OK 好 多謝大家 給我一個機會 我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 是 希望大家越做越好 然後就 各位同學 各位朋友 新年快樂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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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關 好了 是 大家好 楊老師剛剛就離開了 我們今天的Webinar 不知道大家 覺得我們今天的內容如何 去到我們今天直播的尾聲 剛剛一開始就說 聽到最後 我看過人數也仍然很多 那麼 聽到最後 最後有一個簽約大禮包送給大家 那麼 這裡有一個KR Code 掃取KR Code 就可以獲得我們今天額外的一些廣告資源 還有 剛剛看到很多 也很多觀眾問的 我簡單說一說 阿里巴巴的平台 基本上我們就只是一個 一個 類似相加費 一年就只收一次而已 那麼這個相加費 你給完之後 上載產品壓 那些就已經無限了 還有 剛剛阿楊老師也有提過 那麼 在香港災阿里巴巴 其實就有一些政府的資源會支持到 那麼 夠詳情 就可能要大家 麻煩大家問回 就是當初邀約你的客戶經理 對了 那就是這樣 我看大家應該也沒有其他額外的問題 對了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的 webinar 就在這裡完結了 多謝大家 今天花了這麼多時間來聽我們的直播 比預期超過了一點 好嗎? Thank you 拜拜大家 新年快樂